你,你胡说,就你这样子谁 李星志本来想说,牧小草这样子谁瞎了眼才会喜欢 可是,面对着牧小草这副明显不丑,还很漂亮的样貌,她有些卡壳了 要儿,你别听他们胡扯八道,他家当初贪我家的聘礼,想尽办法也要嫁给我 后来越来越贪,不停地问我家要钱,不给就打我爹娘 李星志换作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徐燕说道 说完后,李星志用面朝向牧小草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本来还顾念着咱们之前还有孩子的情分,怕说出来对你对孩子名声不好,毕竟你也是虎子的亲娘 但是眼下,既然你们无情,就别说我无意了 我就说他们两个农村来的女孩怎么有钱开店 原来都是靠骗男人骗来的呀 刘雪女在里面厨房里,耳朵竖得高高的,正兴致勃勃地听着 听完后,还转身对正在炒菜的好大厨嘀咕道 骗男人,怎么骗呀 好真有些疑惑地问道 怎么骗,不就是 你问什么问,这是正经女孩说的话吗 你事情做完美,赶紧去院子里洗菜去,真是没凶没臊的 刘雪女忽然反应过来,她对着好真严厉地说道 好真今年刚满18岁,还没说婆家,眼下问这种话的确很不合适 好真听到刘雪女的斥责,她委屈地嘴巴撇了撇,手一甩就从厨房的后门走去院子了 这关孩子什么事,还不是你开的头 好大厨一边炒菜,一边不满地看了看刘雪女 刘雪女里都懒得搭理好大厨 她继续耳朵竖起来,继续专心听着屋里的动静 我家贪图你家聘礼?这位大姐,你回去打听打听 她家什么情况,我家什么情况,用得着贪你家那点破家当 沐秀反驳起来,一点心理负担都没有 本来,沐小草嫁给李星智也是因为刘妖妹和刘玉梅的算计 不是沐水和周水莲贪图聘礼 而且现在,沐水家的家境的确比李星智家强几百倍 徐燕有些狐疑地打量了一下沐小草和沐秀 刚巧,今天因为一家要进城逛街 所以今天出来,沐家上下都穿的是比较好的衣服 这些衣服都是沐秀从空间剪出来的 不打眼,又一看就是市面上没有的衣服 不管任何时候,大家都是喜欢看人下菜 出门在外,穿得好一些,不会被人看清了 徐燕是纺织厂的,对于布料,新款衣服都能最先认识 可是她眼下仔细一看 这间这么冷的天气里 两姐妹却是穿得薄薄的一层 像是长棉袄,却又比棉袄薄的长衣服 显得浑身上下一点都不臃肿 这材质看着有些像防水面料 但是这种料子能用来做衣服吗 徐燕看了一会儿发现,这种样式和材质的衣服 她还是第一次看到 虽然看不出来是什么,但是这种衣服肯定不会便宜的 原来,穆秀看着天冷 就拿出来的都是一些后世做特价样式老气的羽绒服 黑色和深蓝色的颜色最是奈脏和金川 穆秀背了很多 她拿出来一人一剑 谎称是从省城带回来的 大家也习惯了她从省城带稀奇东西回来 所以穆小草并未起疑 羽绒服在这个时候还算是稀罕物件 尤其是这种小县城里 估计穆秀和穆小草还是头一份穿羽绒服的 李兴志这时还不知道穆秀家早跟以前不一样了 她一点也不心虚 反而哈哈大笑两声又说道 就你家穷的破蓝样,还敢跟我比 真是笑死人 徐燕听到李兴志的话后倒是心中一喜 当时介绍的人说李兴志虽是农村的 但是家里条件却是数一数二的 而且还在村里有工作 经常来县城学习 以后前途不可限量 这些日子以来 她跟自己出来也是大方得很 比很多城里的那些 想跟她相处的人都要大方 所以徐燕这才看上了李兴志 相处了一段时间后 觉得这个人年轻力壮 长得又帅 嘴巴能说会道 特别会哄人开心 最主要她还同意做上门女婿 这让徐燕更是觉得 这人对自己是真心实意 所以农村户口就农村户口吧 这会儿看到她前边不要的老婆 长得这么俊俏 看着条件也不错 这样在李兴志眼里还是破蓝样 还比不上她家 那这个李兴志家里条件得有多好呀 她没准还真捡到宝了 小智 我相信你的人品 这俩人花里胡哨的 看着就不像什么好姑娘 对了 这位叫什么小草吧 谢谢你放弃了小智 不然我也遇不到这么好的男人 徐燕温柔地说道 徐燕的话顿时让李兴志眼睛一亮 而沐秀和沐小草则都是被徐燕的话垒住了 我不知道你们是因为什么原因不在一起的 可是我了解小智 她又温柔又体贴 你们过不下去 肯定是你有原因 徐燕又柔柔地说道 你知道她 沐小草不想李兴志诱惑海人 忍不住说道 我不想听 请你自重 我们俩感情很好 马上就要结婚了 所以你就死心吧 徐燕打断了沐小草的话 然后一脸深情地看向李兴志 李兴志感动得一塌糊涂 她对着徐燕坚定地说道 燕儿 我一定不会辜负你 谁都必想取代你 从今往后 我李兴志对你一生一世好 俩人说完后 相互对视一笑 彼此眼中都是对方 尤其是徐燕已经半老徐娘 还学着小姑娘一脸的害羞 这副样子和刚才说的话 让沐秀平直觉 就觉得这个女人 也不是什么好人 沐小草还打算说什么 沐秀却是浑身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沐秀拉了一把沐小草 然后冲着李兴喊道 老板娘 我们的菜还没好吗 好了好了 刘徐女本以为会打起来 没想到 却被这两人的话恶心了一把 他听到沐秀的声音 赶紧拿上已经装好的石盒 从后处走了出来 这是咱们店里做的最好的菜 给你装好了 盘子你们就先拿着用 用完记得还回来 这一共是二十块钱 刘徐女把装的满满的石盒 递给了沐秀 行 那我们走了 沐秀拿出两张大团结 递给了刘徐女 提起石盒 拉着沐小草就往外走去 的 这一堆 是 这一堆